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蒙嘉惠去日本留学 因为非常喜欢日本文化 后来就长期生活在那边 不仅买了房 还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因此还有媒体曾透露 郑一剑和蒙嘉惠移民日本的消息 引发关注 对此一向在意自己形象的郑一剑特意出面否认 他表示 自己生活在香港和太太蒙嘉惠永远是中国人 并说自己只是不经常出现在大家面前 并不表示移民了 想必是他们经常分享在日本生活的点滴 引发不时猜测 说起来在浮躁繁华的娱乐圈 郑一剑和蒙嘉惠一直是娱乐圈的模范夫妻 两人相恋到结婚15年 仍然甜蜜如初 过得十分幸福 很多人以为 郑一剑与蒙嘉惠应羽毛球认识 但那不是他们初次见面 1997年 还是素人的蒙嘉惠得到一个机会 与郭富城拍广告 蒙嘉惠长相出众 长发飘逸 浓眉大眼 身材较好 广告播出 大受好评 无数人在找 这个女生是谁 包括郑一剑 几年后因为工作 郑一剑与蒙嘉惠有了接触 蒙嘉惠被记者骚扰 郑一剑挺身而出 不仅现场阻止记者拍摄 还特意嘱咐经纪人跟进后续 这个举动让蒙嘉惠暗生好感 也为这段感情埋下了伏笔 2006年 因法政先锋梁小柔一角 蒙嘉惠一夜爆红 与她事业一样红火的还有绯闻 那时盛传她与黎诺毅因戏生情 两人频繁约会羽毛球场 或是因为宣传期 蒙嘉惠没有否认 后来大家才发现 原来黎诺毅只是鹦鹉蛋 蒙嘉惠真正的暧昧对象是正一件 两人人缘极好 于是各自来来圈中好友炒作绯闻 耍得媒体团团转 但媒体的尽头是雪亮的 只过了一周 两人在球场的亲密互动照就发遍了全港周刊 甜蜜对视勾肩搭配 任谁看都是热恋小情侣 起初两人失口否认 后来有媒体发现 他们似乎将羽毛球作为暗号 只要被问恋情 就用我们是羽毛球搭档回应 很长一段时间里 羽毛球成了一个热门梗 被无数人视为恋爱的象征 如今回头看很是浪漫 但直爽霸道的正一件还是憋不住 或是想宣誓主权 他竟在镜头前质问主持人 蒙嘉惠黎诺毅是不是搞错了 惹得全场爆笑 他甚至说完就跑 简直是幼稚鬼 后来他已经不想再躲 再被问你跟蒙嘉惠是不是在发展中 他笑称差不多了 另一边蒙嘉惠虽没松口 但行动早已出卖了他 在各种活动上 只要提到争一件 他就藏不住笑意 圈中好友也爱逗他 争一件生日 故意跟他说生日快乐 马国民还扮起争一件 牵着他大唱情歌 惹得他又羞又乐 2006年8月 连人已经完全不遮掩 牵手出行 互见家长 郑一件的副驾驶位也成了蒙嘉惠的专属 但当时没人觉得他们会长久 大家都以为 蒙嘉惠不过是郑一件的又一个七年 有人曾问郑一件 事业与爱情会选哪个 郑一件选了后者 他从不避讳自己很多情 其实昔日 至今在娱乐圈偶像谈恋爱都是大忌 这一件刚入行 已跟尚美琪相恋 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告诉所有人 我是爱尚美琪 要照顾他一生一世 或许是爱情的力量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这一件凭借陈浩南这一角色被内地观众熟知 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1996年 尚美琪因为肝病 不得不回到家中休养 为男友洗手做羹汤 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看着面前的人 郑一件在内心一次次发誓 照顾他 呵护他 娶他 娶他 然而这个誓言还没有立下多久 这被他自己的行为打脸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人拍到了郑一件和梁永琪在一起的照片 对此郑一件失口否认 我们只是好朋友 直到1999年10月 陪郑一件过生日的人 从少美琪变成了梁永琪 隔天这段三角恋就上了全港头条 媒体戏称双棋夺面 还给梁永琪当时的表情取了一个专称 胜利之效 为了挽回声誉 郑一件召开了一场发布会 并表示 在三个月之前 我已经和少美琪分手了 或许是内心愧疚 或许真的爱过 在分手后 他给了少美琪不少房产 这段长达七年的感情 终究没能逃过七年之痒 之后 郑一件和梁永琪顺其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在众人的祝福声中 这段感情再次走向了终点 郑一件还承认婚期已尽 但仍旧敌不过七年之痒的魔咒 这一次 场面闹得非常难看 彼时俩人已是娱乐圈的大人物 加上双棋夺面的纷争 媒体乐此不疲地翻旧账 最终导致双方反目成仇 好友互骂 粉丝互撕 就连少美琪也被拉下水 非要他表态 少美琪也趁机落井下石 笑称 做人应该开心 这场不被看好的恋情终于落幕 落幕时 少美琪写下长信 依然决定暂别娱乐圈 躲到国外疗伤 刹那间 舆论全压到郑一剑身上 几乎没有女生敢跟她扯上关系 此时 蒙家慧出现了 在这个糟糕的时机 她站到了郑一剑身边 跟她一起面对风暴 众人不解 他们认为蒙家慧是恋爱脑或是另有所图 不然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她 为何要跟郑一剑扯上关系 答案就在她的原生家庭里 认识郑一剑之前 蒙家慧的人生是黑色的 出生前父母已经离婚 出生后 母亲把她丢给外公外婆 那是她童年里唯一一段温暖时光 11岁 因为上学 她来到母亲的新家庭 生命里忽然多了一个继父 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 母亲歇斯底里对她拳脚相向 考试没考好 一顿打 带妹妹去公园玩 会被拧耳朵倒出血 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就将她喜爱的小说撕到稀巴烂 后来母亲再次离婚 她与妹妹被迫分开 但私下仍有联系 14岁那年 蒙家慧妹妹跳楼 原因是继父又娶新妻 这个新妻子疯狂家暴她 这件事成了蒙家慧一生的阴影 也令她恍然大悟 必须尽快出社会脱离母亲 不然下一个可能就是自己 而到17岁 她中学毕业 马上开始上班 干过很多行业 包括洗盘子 售货员 银行文员 1997年 她意外与郭富城拍广告 还因此被杜琪峰看中 邀约她参演非常突然 入了圈 蒙家慧非常刻苦 她没有心梦 只想赚钱 当时她有一个稳定的男友 连人已经谈婚乱嫁 她一心以为自己终于有家了 谁知结局却是又一次重伤 2005年 蒙家慧男友宣布婚讯 新娘不是她 而是她的好闺蜜兼合伙人 那时蒙家慧才发现 在她往返内地拍戏时 男友与闺蜜已经暗度陈仓 蒙家慧心死如灰 一度表示不结婚 不久后 她便借着羽毛球 与正一剑相识相知 正一剑的人生轨迹 与她完全不同 父母恩爱 家庭和睦 关系纯粹 一切都是蒙家慧没有的 两人销炼后 蒙家慧顺利融入了 正一剑的家庭 寻常的相处 和谐的日常 无不震撼着蒙家慧的三观 她多次表示 从没见过这么快乐的一家人 2010年 蒙家慧母亲去世 这些年来 即便母亲对她再坏 她都从没亏待母亲 因为她希望母亲爱她 这道会发生了一件事 令她至今想起 仍忍不住泪流 她挨着灵就呆正 正一剑母亲突然走来 轻轻拍了拍她的肩 说 若你想喝汤 随时来我家吧 强忍的泪水 顷刻绝低 她抱着正一剑母亲 终于哭了出来 那一刻她忽然觉得 眼前这个老人 如果是自己妈妈 该有多好 相恋七年 正一剑其实想过结婚 但因为蒙家慧恐婚 她只好作罢 直到一次 蒙家慧的一对 同性恋友人点醒了她 因法律 他们无法结婚 每当想到对方出了事 自己却无法签名决定时 就悲痛不已 蒙家慧怀然大悟 她忽然理解 一纸婚书的意义 不仅是象征爱情 而且在生死关头 能确保自己的命运 能托付给对方 于是她答应了正一剑的求婚 戒指是自己烧制的 婚礼是临时决定的 婚宴只花了十万港币不到 婚后 两人决定不要孩子 过起了丁克生活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些成年往事 逐渐随烟消散 年龄越来越大 事业心也不强 两人都很佛系 不会为了名利拼命接戏 蒙家慧今年在日本 成立房地产公司 为了更好的发展 也去进修了日语 不过她参加日文考试 成绩单被曝光 其中十道题 打错四道 直接挂了 需要重考 留学这事算是泡汤了 两地生活习惯 差异的原因 开公司的路 走得也颇为坎坷 不知道此次回香港 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管怎样 这一件和蒙家慧 也携手走过了15年 人生兜兜转转 几十年 希望他们永远恩爱 甜蜜如初 多好 有请 多好